哈喽,大家好,可以叫我小暖或者misswarge 今天呢,是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启 我要开始读我的男友Chris Ward他的小说啦 这部小说是他的第一部完全成品公开 然后呢,我已经读过一遍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分章读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一起欣赏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一定要点赞留言 并且把这个分享出去哦 因为呢,是读小说嘛,也不是红睡 所以我就会正常声音说话 然后如果你想要小声听呢,就把声音关小一点 并且呢,我在读的时候可能会想要跟你们讨论 不想当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在这里只是读东西 不然的话,我就直接可以让他自动读,然后录下来了 好,开始吧 好,这部小说的名字呢,目前暂定自证之路 好,是奇妙冒险,作者Chris Ward 然后,还是在2012年4月基本上完稿 哈 我因为还在生病 所以,有可能声音有些不太一样 见了啦 续章 天微微亮,他独自一人背着书包在车站等车 地上卷过几片落叶 微风刮过他的侧脸 天气开始入秋了 早上有点冷 他舔了舔有点干的嘴唇 用手压低了压舌帽的冒烟 今天是会考的日子 他不确定是否准备好了 还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着昨晚熬夜复习的内容 却怎样也无法专心 不过,幸运的是 好朋友和他都在同一个学校考试 和他们聊聊也许就能好起来了吧 他放松了有些紧张的精神 就这样,他坐着黄了神 一个叙叙的骑士整理了下自己的盔甲 仔细检查过后 他拿起了属于自己的双手剑 一路无声地走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 远处的斜阳洒下的余光照在他燃亮的盔甲上 盔甲上反射着这片荒漠的全貌 插个话 他有说过 是一个字体颜色不同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场景和片段吧 后来你们就会知道了 突然公交车的轰鸣声 把他从发胎的状态转回了现实 他调整一下书包 上了这班走公交 向司机打了声招呼 就直接走到后排坐下了 他想着 有空再继续脑内的故事好了 想到这里不由的有点兴奋 汽车一路绝尘而去 地上的一团落叶被一股小旋风刮起 旋转着 尼尼尼尼尼说包呢 一个美丽的女子忙碌着 身着围裙 用手随意撩开眼前的碎发别向耳后 而他口中的尼尼此时睡眼轻松 一屁股坐在家里通往上下楼的台阶上打起了盹 门口响起了喇叭声 是他的父亲在车上催促他出门的老做法了 他父亲并不是急性子 只是尼尼有时候真的太过于拖沓 他茫然的看着家里大门边的窗户 看着屋外天上的云走动得很快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小魔女的故事 他也好想拥有小魔女骑着扫把飞天 和用魔法棒发出火焰的能力 他笑了 拥有着精致面旁的小风 整理好书包和衣服 看看家门口镜子里的自己 他用手轻轻的聊了下前额的碎发 很满意的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笑了笑 背上书包 仔细的调整了下背带的松紧和书包的位置 自信满满的 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参加今天的考试 慢想他回过头喊道 妈我出门了 小风的妈妈正在沙发上坐着休息 张过头 但是眼睛依然关注着电视里紧张刺激的剧情 随口道 知道了 早点回来哦 得到回应后 小风准备出门 眼睛扫过鞋架 那里只有自己和妈妈的鞋子 他微微愣了一会儿 用力挤了挤笑容 门框的一声关上了 家里只有电视机里的声音 坐在笑车上的小呆正发呆着望着窗外 随着景色飞速倒退 他开始幻想 也许这辆笑车其实是可以变形的飞行器 此刻正要张开翅膀冲出云霄 也许他应该把这个画面画下来 是画水彩画还是油画呢 也许油画会更有一些想象力吧 他想着笑了 他幻想着如果身边没有这么多其他人的话 自己能有更多独处的时间 或许会有机会创作出更棒的画作 车上他人嘈杂的声音让他不太舒服 他不自然的侧过身子 尽量面朝窗户看着窗外 小呆的霓裳也是好朋友曲的 原因就是他就算和朋友们在一起活动的时候 都非常喜欢发呆 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缘故 陈小叔一边快步走在街上 一边推了推眼镜 手上握着的复习资料 已经微微的被他的手汗打湿 他快步走着 一边有空就会看几眼复习资料 比起复习 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强迫行为 与自我惩罚 因为他并没有记住什么 反而弄得自己更加焦虑 快步走着的他 偶尔也会眼神游离的闪笑一下 但是很快 他又会恢复紧张又恐惧的状态 继续逼迫自己复习 早上大好的天气 等到了考试地点 却变了天 云都积在了一起 还滴滴的压了下来 天微微的有些发黄 下了公交车的他 头脑放空的想着 此情此景 还真适合发生一些什么故事 也许是时候继续自己的想象了吧 他到的比较早 这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 闲散地走进校园 他塞上了耳机 开始活在自己的幻想故事里 随便找了个不起眼 但是能观察到整个街道 到校园门口的位置 眼睛虚焦着 观察着来往的车辆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这样读东西 好,接着读了 身着盔甲的他一眼不发 一步一步的走在这荒漠之中 眼神坚定 此时黄昏已过 云也渐渐的多起来 慢慢聚拢在一起 并滴滴的压了下来 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过了片刻 他停了下来 将长剑刺入地面 双手放在剑柄上 站在寒风中 闭目养神 天上黑云越积越多 黑云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蠢蠢欲动 风变得更大了 风声加上风鸭 都在试图刮乱他的内心 他一动不动 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一阵冷风钻进他的衣服里 刮散了他的幻想 他左右看了看 心里想着 这个学校是不是有点太偏僻了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 7点46 抬头看了眼天空 总觉得好像天色变得更暗了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也根据有点不太舒服 低下头偶尔看见 地上的一团落叶 被一阵风乖地旋转着 让他盯着这个小漩涡出了神 嗨 赵露黎 你来了真早啊 妮妮背着书包 慢不惊心地说 赵露黎回过神来 看了看妮妮 长双马尾 齐刘海 脸上带着三分笑仪 照亮了一小片阴天 他笑了 眉头也跟着舒展 回了去 是啊 本来想再看几眼书的 他无意识地低下头去扫一眼那些落叶 却发现落叶已经不在那了 他微微一愣 抬头时 发现女孩已经背着书包 开始往校园里走 他忙跟我上去 李昭雨等我下 两人有一去没一去的聊着天 赵露黎提议他们等朋友都到了在一起进教学楼 反正时间还早 李昭雨 图意 两个人决定坐在教学楼侧门的楼梯边等待 刚刚坐下 李昭雨大大的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阴阴的天 突然发问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他双手拖着脸 望着滴滴的阴阵阵天 脸上有不少期待 看来天气对他的心情没有什么影响 在屋里舔了下嘴唇 也朝向李昭雨看着的方向看去 一片看不到边的黑压压的云 此刻他觉得这些云像是穿过了他的胸膛 压住他的心脏 让每一下心跳和呼吸似乎都变得无比困难 他有些恐惧李昭雨刚刚问他的问题 等他刚张开嘴 耳边却已传来了李昭雨的声音 我以后想做自己的老板 这样我就再也不用每天早上这么早起 做我不喜欢的事情了 声音带着兴奋 表情带着欣喜的笑 这样快乐的他吸引了昭露梨的目光 他眼中也闪动着什么 而后却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他苦笑了一下 按照他的理解 他们哪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 也许现在在学校的这段时光 就是最快乐的时光呢 这个世界如此复杂 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了解 甚至不想了解 也许长大以后会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会有更多的无可奈何 不过他心底深处将默默祝福着李昭雨 因为他有点怕李昭雨看清楚这个世界 用那种梦想落空的方式 他认为被迫长大是非常痛苦的 他真心希望李昭雨能顺利完成梦想 你呢? 李昭雨猛的回过头 看着他 双打尾跟着一摔 赵露黎愣了愣 他脑材里的确显示出了一些自己对未来的幻想 可恰巧在此时 他眼神晃过李昭雨 微微偏了偏头指了指前方的路 对他说 你看陈晓书来了 李昭雨眯了眯眼睛 多了下嘴 他总觉得赵露黎故意插开话题 李昭雨好可爱哦 我想说 嗯 李昭雨眯了眯眼睛 多了下嘴 他总觉得赵露黎故意插开话题 随即站了起来 前去迎接陈晓书 赵露黎也打算起身 低头随意一偏 却看见一团落叶 就在楼梯几步之外 随风旋转 这团风带着这几片落叶 形成了一个微型龙卷风 陈晓书看见走过来的李昭雨 他心跳的越来越快 李昭雨每一步仿佛都像是慢镜头一般 在他眼里 这个长发 双马尾 齐刘海 双眼带笑 鼻子小巧又高挑 嘴角微微盛扬的女孩 正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 他下意识的往后稍稍缩了缩 李昭雨笑盈盈的走过来 和陈晓书打招呼 陈晓书只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复着 他的眼里全是李昭雨的一颦一笑 他的每个动作都抓着他的心 一个不小心 两人的眼神交汇了 他马上一开目光 只是做的太过明显 李昭雨抿着嘴 低垂着眉眼 无声的笑了 他张嘴问李昭雨复习的如何 他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 李昭雨撇了他一眼 比自己高半个头的男生 此时竟然看起来像是缩小的一般 他觉得好笑 故作生气的回答道 能不能有一会儿不讨论学习的东西啊 陈晓书慌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到他生气的样子 李昭雨一下笑出了声 向他解释自己没有生气 弄得陈晓书也善笑了起来 笑了笑便合拢了嘴 偷偷向李昭雨看去 此时他只觉得他的笑真的好美 他希望这样和李昭雨独处的时间 能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而李昭雨慢慢说出笑容 回了回头 目光正巧与从楼梯上下来的赵露黎碰在一起 赵露黎此时正站在不远处 看着两人 发现李昭雨的目光 他对他笑了笑 道路远处的小丹和小枫已经会合 也朝几个人走来 李昭雨从陈晓书头旁望了过去 大叫 薛凯峰 吴显荣 你们快点 薛凯峰是小枫的大名 吴小荣的外号正是小呆 他胖乎乎的样子很讨喜 一笑起来 脸蛋更远了 他俩开始加快步伐走过来 此时赵露黎也从楼梯那边走了过来 看着皱眉沉思的赵露黎 冲凯峰笑了 不会没复习好吧 满面愁容的 等会就考试了 现在别乱想了 他聊了下自己前额的碎发 看起来自信极了 就是 我也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李昭雨回过头 附和着 陈小说和吴显荣也看向赵露黎 看见朋友都看着自己 他有些愕然 其实就是因为看到那几片旋转值的落叶 总让他觉得有点不安罢了 他从小就是个极度敏感的家伙 但是他很清楚 这些特质并不值得拿出来和其他人分享 而且此刻天气也很差 他不太想聊这些 他挤出笑容来 对朋友们说 是啊 有点担心考试的事 我们快进去吧 路上聊 考完一起吃饭啊 就在大门口见 说着拍了拍 刚到了薛凯峰和不显了的肩膀 陈小树听他们这么说 又握紧了手中的复习资料 路上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了 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看进去 而李招雨则在赵路里说话的时候 一直若有所思的看着他 之后几个人有说有笑的进了教学楼 都觉得轻松了不少 甚至陈小树都收起了复习资料 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的闲聊 讨论起来考试后他们一起去吃什么 下午怎么过 在一楼李招雨和陈小树脱队 他们在一楼的教室考试 陈小树开心极了 哪怕是一会儿 他也想单独和李招雨在一起 他两人在楼道里走着 李招雨主导着话题 他继续着刚才没聊过的话题 以后的梦想 长大以后想做的事 他聊了聊并脚的发 在耳后背着手 蹦蹦跳跳的走着 后面的陈小树只是坐着附和 但是李招雨的每一句话 他都记在心里 他静静的看见李招雨 冷不丁的 李招雨突然回过头 看向他 这一看 他本来想突然吓陈小树一下 没想到他自己却吓了一跳 这一刻 陈小树的眼神和平常完全不同 有一种温柔流动在他的眼里 陈小树吓得马上低了头 扶了下眼镜 第二次剧烈的心跳开始占据他的胸膛 李招雨不自觉的觉得脸下发烫 大大咧咧的叫 好了我快点去考场了 一阵小跑望着李招雨的背影 存小树微微张了张嘴 他想说些什么 却如梗在喉 看见李招雨已经跑远 他闭上嘴看着地面 慢慢的往反方向走去 原来他是在另一面楼道的教室考试 赵路里等人在二楼也分到扬镳了 薛凯峰和吴显龙分别在三楼和四楼考试 望着朋友们离开的背景 他不自觉的想等毕业了 会不会也像现在这样 我们也就各自离开了 只不过不同的是 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 考完试大家还能相聚 也许毕业后 凝聚大家的那种不知名的东西 就散了吧 会吗 好像是哦 毕业以后读见大家就不再联系了 朋友圈也都不再点赞了呢 好 我读完了一张了 刚才读的就是第一张了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想不想继续听下去呢 如果想要继续听的话 那我还会读给大家的 同时呢 克里斯沃尔他也开了自己的patreon 会直接把这些小说发出来 呃 现在目前最本小说 我们的想法是免费给大家看 所以呢 如果你想支持 也可以看一下底下的链接 去支持他 然后也可以支持我读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哦 还有克里斯沃尔的频道 也会同步更新 请你们也去订阅他 这样你就可以只看到有关故事的东西 不会有我po的一些其他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哦